另外国民党籍的总统候选人韩国瑜今晚要在台中举办大型造势晚会 而且主办单位号召50万名韩粉一起前来 不过天宫不作美现场下起雨来 让贪商的生意大受影响 但还是有支持者前一天就来卡位风雨无阻 大批韩粉声嘶力竭用力挥舞手中国旗 要证明再大的风雨也交不起他们内心 漫长热血 不怕风不怕雨 再怎么下大雨我们风雨无阻 有人早上九点就在风雨中苦手等候 而跟他们一样的还有青年军 活动前一天就来卡位 需要用年轻人的热情来渲染 来做一个号召 国民党总统候选了韩国瑜 29号晚间在台中举办造势晚会 现场安排了4万张椅子 还有9面大萤幕要号召50万名支持者行动力挺 韩国瑜台中大造势从空照图来看活动会场加上夜市区一共8公顷 预计会有数十万人到场摊商早就做足准备 香肠三千条烤乳猪四十只比平常多了二十倍 但台中从早浴室断断续续夜市区大片泥泥 生意大受影响 尽管生意不好但支持的心丝毫未见 夜市区满地泥巴活动主会场也一样生意最好的就是卖羽衣鞋套了 另外活动会场周边时间越晚人潮吃潮越多 警方采取管车不管人交通管制措施 造势晚会六点登场还请来中部蓝营执政的七线市首长站台 韩国瑜预计8点50分登台 这场韩国瑜选前中台湾最大造势 天宫不作美但韩粉风雨中